乡村民间故事 恶少为了保命 顾木将在少女房中做手脚 结果却遭了殃 大家好 这里是风牛爱世界 这天半夜三更 吴府当家主母赵春燕来到后花园闲逛 当来到一座假山跟前时 听到附近传来蹊跷的声音 便走过去查看 只见假山背后有两个人 一个是小妾柳妹娘 另外一个是仆人阿虎 见两人正在私会 她很是气愤 就大喊了一声 想让众人过来瞧瞧 一伙吓人听到了喊声 纷纷跑过来 目睹了眼前的情景 都大吃一惊 连忙将他们押进了堂屋 柳妹娘看到刘园外坐在大堂上 用很利的眼神看着自己 吓得浑身直打哆嗦 看来今晚自己必死无疑 双腿一软 她就跪了下来 刘园外冷冷问道 你和阿虎在一起多久了 柳妹娘心里咯噔一下 自己和阿虎已经在一起七年了 女儿月香就是她的种 万一此时被老爷知道了 月香的命就没了 她只好说道 有半年了 坐在刘园外身旁的赵春燕 看出了她的异样 就冷笑了一声 说道 我看不止吧 月香长得跟老爷一点都不像 不会是个野种吧 刘园外一听 连忙吩咐一名奴妇将月香带过来 奴妇得了命令 就将月香抱了过来 放在了柳妹娘身旁 刘园外上下打量了月香一番 见她模样甚是好看 的确跟自己长得不像 看来分明是个野种 她气得咬牙切齿 说道 给我活活打死他们 站在一旁的仆人们答应了一声 纷纷抄起木棍 朝柳妹娘 阿虎 月香打了过去 三人挨了好几棍 就吐血身亡了 刘园外看着血淋淋的那三人 皱起了眉头 说道 真是晦气 赶紧把他们弄走 众奴仆将那三人 扛了起来 往乱葬坟走去 来到了乱葬坟 众人随便找了个地方 将他们埋了 时间过得飞快 转眼间过了三个月 这天午后 刘园外来到后花园 刚想欣赏一下 和堂的景致 却看到水面上 浮着一具小尸体 他脸色大变 连忙吩咐身旁的仆人阿贵 将尸体捞上来 阿贵毕恭毕敬地 应了一声 然后就跳进了水里 将尸体捞了上来 刘园外见那具尸体 正是自己的独生儿刘欣 他双眼一黑 就晕了过去 过了好一会儿 才苏醒过来 他发誓一定要找出凶手 可是查了半年 也没有找到凶手 刘欣就这样 不明不白地死了 这年春天 赵春艳拿着儿子 刘欣最爱的风筝 来到了郊外 他想起了往日和儿子 一起放风筝的情景 一颗颗眼泪就掉了下来 这是一阵狂风吹过 他赶紧将风筝放上去 谁知风筝一上天 就被风刮走了 赵春艳很是着急 就四处寻找 当他来到一处草地时 看到有个小男孩 正把玩着那个风筝 他正想夺回来 却发现小男孩长得 跟自己的儿子一模一样 顿时愣在原处 久久不能回神 小男孩叫阿锦 看到有个妇人 用一双含泪的眼睛望着自己 以为是遇到了疯子 吓得赶紧往家跑去 赵春艳见男孩跑了 这才缓过神来 赶紧追了过去 当来到一处茅草屋跟前时 他看到小男孩 正扑在一个妇人怀里 用一双惊恐的眼神看着自己 赵春艳见男孩那么怕自己 只好离开了 当他回到家中时 刘元外见他神色不对劲 就问道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赵春艳就把刚才发生的事说了 刘元外见妻子迟迟无法走出丧子之痛 就说道 要不咱们把那个孩子带回家中 当作亲生儿子一样疼爱 赵春艳同意了 两人带着三千两银子 来到郊外那户人家跟前 见大门关得紧紧的 就敲了敲门环 阿锦的母亲翠云听到敲门声 就把门打开了 她看到外面站着一对穿着华贵的夫妻 心里很是疑惑 就问道 有什么事吗 刘元外把来一说了 翠云一听 心里很高兴 自己家里那么穷 无法供孩子读书 儿子将来也只能到地主家放牛讨生活 如今有机会成为父户的儿子 这是美式一桩 就收下了银子 让刘元外夫妇将阿锦带走 阿锦很是舍不得父母 不过他转念一想 只要自己跟他们走 父母就能得到三千两银子 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 于是他高高兴兴地牵住赵春艳的手 亲切地喊他娘 赵春艳见阿锦如此乖巧懂事 心中生起了一股暖意 发誓一定要好好对待他 见事情办妥了 游元外喊了一声 阿贵驾着马车过来了 等三人坐上马车后 阿贵一挥鞭子 马车就朝刘甫奔去 自那以后 阿锦就改叫刘锦 成了刘甫的少爷 时间过得飞快 转眼间过了十年 刘锦已经十八岁了 这年春天 刘锦要到青楼喝花酒 当他经过一片林子时 看到一个长得貌美如花的女子 晕倒在草地上 顿时起了怜悯之心 就将他抱了起来 往家走去 进了一间偏房 就把女子放在床上 他见女子昏迷不醒 刚要吩咐仆人将郎中起来 女子缓缓睁开了眼睛 刘锦见女子醒来了 心里十分高兴 就问她为何会晕倒在那个地方 女子自称柳辉柔 继母要将她卖给一个老财柱作妾 她不愿意 就偷偷跑了出来 结果饿晕在路上 这时柳辉柔肚子饿得咕咕叫 刘锦连忙吩咐厨娘做些饭菜端过来 厨娘答应了一声 就到厨房忙活去了 等饭菜做好之后 柳辉柔就饿狼扑石斑吃了起来 刘锦一脸坏笑地看着她 说道 小娘子 你吃了我的东西 拿什么偿还 柳辉柔沉思了一会儿 说道 奴家愿意以身相许 刘锦高兴极了 连忙将屋门关上 两人做完了那事 刘锦派了一个名叫春姓的姑娘 给她当贴身丫鬟 四日 刘锦到一红院喝完花酒回来了 当她走到柳辉柔的房外时 听到里面传来诡异的声音 心里有些疑惑 就悄悄走到窗户跟前 往内一瞧 只见柳辉柔正在啃食春姓 吓得直冒冷汗 没想到这柳辉柔是妖精变的 柳辉柔看到了刘锦 就朝她招了招手 示意她走进来 刘锦不敢不听从 哪怕双腿直打扇 也只能硬着头皮朝她走过去 来到了她跟前 刘锦跪了下来 流着眼泪说道 请大仙饶命 小人有眼不识泰山 还望您饶我一命 柳辉柔笑出了声音 随后说道 我每个月要吃一个人 但必须是七月七出生的姑娘 我知道有个姑娘 正是七月七出生的 她名叫李玉心 经常在一家名叫莱西的饭馆卖场 你必须把她带过来 否则我就把你吃了 刘锦为了活命 只好答应下来 她带着仆人阿贵 来到莱西饭馆 当他们来到二楼的时候 看到有一个姑娘正抱着琵琶弹唱 刘锦见她长得十分貌美 眼睛都看直了 不过并没有忘记妖精的嘱托 她知道眼前这人就是自己要找的李玉心 李玉心弹完琵琶之后 就朝外面走去 刘锦和阿贵见她走了 赶紧尾随其后 当来到一条山道时 他们见四周无人 只有李玉心这么一个弱女子 就取出了一个大麻蛋 奔了过去 一下子就套在她身上 然后两人就扛着李玉心 朝刘福走去 可是还没走几步 就听到背后传来怒吼声 你们两人究竟想干什么 赶紧把她放了 刘锦和阿贵回头一看 只见草丛中 站着一个衣衫蓝绿的道士 心里很是后悔 刚才没看仔细 没想到草丛里还引着一个人 他们面面相去 光天化日之下 行凶被人撞了个正着 万一被抓到官府 他们刘家就得成为当地人 查钱饭后的谈资了 两人没有办法 只能把李玉心放下了 然后撒腿狂奔起来 没一会儿 就跑没影了 这倒是名叫许昌谈 要到桃花村拜访老友 可当走到半路的时候 他感觉有些累了 就随便找了个地方躺下 没想到却目睹了刚才那一幕 不过幸亏被自己碰见了 否则那姑娘就要被欺负了 许昌谈看到姑娘还被困在麻袋里 连忙将她救了出来 李玉心大口喘着粗气 好一会儿才平静的下来 许昌谈见女子没有大爱 放心 刚想躺在草丛里继续休息 突然天空乌鱼密布 李玉心说道 如今天色已晚 而且眼看着就要下雨了 不如到我家里暂住一宿 许昌谈听她这样说 求之不得 说道 还请姑娘投钱带路 李玉心就带着许昌谈 朝家走去 来到了李家 许昌谈看到了李玉心的哥哥李峰 发现她身上有一团黑气 心中一惊 看样子这李峰是被妖精缠上了 就问道 你可娶了妻子 站在一旁的李玉心扑斥一笑 说道 我哥哥哪里娶过妻子 如今还是个童子生啊 说罢之后 就领着许昌谈进入了一间偏房 说让她在此处歇息 随后就转身离开了 许昌谈感觉浑身酸软 就倒在炕上 没过一会儿 便进入了梦乡 到了半夜三更时 许昌谈感觉有些尿急 便想到毛测小姐 可她一睁开眼睛 就看到身旁的桃木剑不停晃动着 心中大惊 没想到这附近有妖怪 于是她抄起桃木剑 冲出了屋门 当她来到李峰房外时 听到里面传来了蹊跷的声音 想查探究竟 就用舌尖舔破窗灵指 往里面一看 只见床上有两个身影 一个是李峰 另外一个是女妖精 许昌谈脸色大变 难怪李峰脸色漆黑 原来是被这个女妖精害的 她推开屋门 就拿着桃花剑朝女妖精刺了过去 想将她活活刺刺 女妖精看到有个道士突然出现 吓得逃了出去 许昌谈追了过去 当来到一片竹林时 只见那女妖精变成了一只巨大的臭屁虫 她用桃木剑刺了过去 臭屁虫被刺了好几下 就倒地身亡了 不过临死之前 却放了一个屁 许昌谈被熏下了眼睛 她什么也看不到 只能摸黑走路 结果走了几步 被一块石头绊倒在地 四日天光大亮 李玉欣做好了早饭 想喊李峰和许昌谈吃饭 可以走进房间 却看到李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面上毫无血色 看起来似乎被抽干了精血 李玉欣伸手探了探李峰的鼻息 发现她已经没有呼吸了 伤心急了 就哭得撕心裂肺 她想问许昌谈 知不知道昨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来到了许昌谈的房间 并没有见到她的身影 李玉欣就四处寻找 当她来到一片林子时 看到许昌谈倒在地上 双腿不停流血 看起来是被历史割伤的 她身旁还躺着一只死了的大臭屁虫 李玉欣震惊不已 这么大的臭屁虫 分明是怪物想必是她害死了哥哥 许昌谈听到动静 苏醒了过来 可是她仍就看不到眼前的事物 李玉欣见许昌谈不对劲 心中一惊赶紧将她搀扶起来 带着她回家了 李玉欣是个心善之人 见许昌谈生活无法自理 就悉心照顾她 不过她是个穷人 必须挣钱养活自己 这天 李玉欣抱着琵琶 走进了来洗饭店 当她走到二楼的时候 却看到那两个歹人坐在桌旁 身旁还放着一个大麻袋 看样子又是来带自己的 她吓得赶紧下楼 朝大街跑去 这两个歹人便是刘锦和阿贵 他们见李玉欣跑了 赶紧追过去 可是出了饭馆 发现她消失得无影无踪 刘锦气得直跺脚 再不带到李玉欣 自己就要被妖精吃了 她吹头丧气地回到了刘府 当进入片房后 就看到刘灰柔正冷冷地看着自己 吓得大气都不敢喘 刘灰柔说道 我肚子饿了 你再不把李玉欣弄过来 我就要吃了你 刘锦快哭出来了 说道 可我实在不知道 该怎么把它弄过来 刘灰柔长叹了一口气 随后取出了一张符纸 交到李锦手中 刘锦看着手中的这张符纸 心里很是不解 就问道 这有什么用 刘灰柔说道 只要你把这张纸 贴在李玉欣的房梁之上 她就会乖乖走过来 刘锦一听 高兴极了 连忙跑了出去 想将这张纸贴在李玉欣的房梁上 可他没走几步 就停了下来 心里想到 自己不能私闯民宅 会被抓起来的 刘锦闷急了 就想到青楼喝花酒 于是便出门了 当他经过一家酒馆时 听到有人在呼唤自己的名字 寻声望去 只见一群酒肉朋友正坐在饭馆里 他走进饭馆 坐在了那伙人身边 赵木匠见刘锦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就问道 最近可是遇到了什么烦馨事 刘锦常叹了一声 随后将那张符纸掏了出来 说道 我要把这张纸贴在李玉欣的房梁之上 赵木匠拿过来一看 只见那张纸写满了咒语 他心里明白了 刘锦要对李玉欣施压胜之术 就说道 李玉欣是我的邻居 这事就包在我身上 不过事成之后 你必须给我报仇 刘锦一听 高兴的合不拢嘴 说道 只要你办得到 我给你摆两银子 赵木匠拿着符纸出了饭馆 往家赶去 到了家 赵木匠感觉有些疲惫 就找了张椅子坐下 心里想道 只要自己将那事办成 就有钱娶媳妇了 可这件事该怎么办成呢 他想了许久 终于打定了主意 这天晚上 天降大雨 赵木匠走了出去 冒雨爬上李玉欣的房顶 将屋顶捅破了个窟窿 这才悄悄回去 次日李玉欣醒了过来 看到地上湿漉漉的 心中大吃一惊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四处查看 发现屋顶破了个窟窿 就找到了赵木匠 想让他补好那个窟窿 赵木匠爽快地答应下来 就跟着李玉欣来到了他家 赵木匠修好窟窿之后 趁李玉欣不留意 就将那张符纸贴在了房梁之上 这才告辞离去 当天夜里 李玉欣躺在床上睡觉 正睡得迷迷糊糊糊时 突然感觉浑身不对劲 连忙睁开眼睛 只见自己正在朝外面走去 他吓出了一身冷汗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身体不听示唤 当经过城隍庙的时候 看到迎面走来了老和尚 想发出声音 让他救自己 可怎么也发不出声音 心里很是着急 老和尚看到了李玉欣 见他瞳孔有一道黑线 大吃一惊 这女人分明是中了邪术 连忙念了一段佛经 李玉欣终于恢复正常 引在一旁的刘锦 见老和尚 毁了自己的计划 气得浑身发抖 他大骂了一声 这个老秃驴 老和尚听到骂声 扭头看去 只见有个男子冲了过来 吓得连忙后退 李锦来到老和尚跟前 一把抓住他的青袍 怒道 你害我要被妖精吃了 看我怎么打死你 老和尚一脸平静地说道 施主 请稍安勿躁 老那正好会斩妖除魔 要不你带我过去找那个妖精 刘锦冷静了下来 他上下打量了老和尚一番 见他皮包骨头 一副若不禁风的样子 有些不太相信 就说道 你不会是骗我的吧 老和尚念了一声阿弥陀佛 然后说道 出家人不打狂语 刘锦听到他这样说 就带着老和尚 朝刘府走去 当来到柳辉柔房外的时候 两人见他躺在床上 身后还露出了一条狐狸尾巴 看来是一只狐狸精 老和尚悄悄从窗户爬了进去 随后他取出一串佛珠 刚想要套在女妖身上 好让他灰飞烟灭 可刚走到床边 没想到女妖精苏醒了过来 朝窗外窜去 老和尚眼急手快 将佛串扔了过去 正好打在女妖身上 女妖哀嚎了一声 随后变成了一只白色的狐狸 刘锦抄起一个木棍 朝狐狸走了过去 想将他活活打死 狐狸见刘锦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 吓得浑身发抖 就跪在他跟前说道 我有心向善 还恳请你救我 我发誓以后绝不会乱杀生 刘锦不信狐狸的话 怕他将来会报复自己 就举起木棍 朝狐狸重重打了过去 狐狸挨了好几下 就倒在地上 不再动弹了 刘锦见狐狸死了 高兴极了 以后自己就不用提心吊胆过日子了 他跟老和尚道了谢 就将他送出了刘府 当老和尚走在大街上的时候 突然被李玉欣拦住了去路 李玉欣跪在他面前 说道 我家里有个病人 被妖精伤到了眼睛 如今看不见了 还望大师救他 老和尚听到这话 连忙说道 赶紧带我过去瞧瞧 李玉欣就带着老和尚 朝家走去 一进家门 老和尚看到自己的老友 许昌坦坐在椅子上 眼珠子一动不动 看起来已经双目失明了 他不禁大吃一惊 连忙掏出一瓶药水 滴在许昌坦的眼睛上 过了一会儿 许昌坦发现自己眼睛看得到 高兴不已 可他刚想跟老和尚道谢 突然感觉屋里不对劲 他四处查看 最后发现房梁上贴着一张黄服 脸色一变 说道 有人动了坏心思 竟然对立于心下邪术 看来得给他一个教训 说吧 将那黄服烧掉了 时间过得飞快 转眼间过了三天 这天晚上 刘瑾 阿贵 还有赵木匠 来到了酒楼的一间包间 他们坐在桌子旁 一边喝酒一边聊天 喝得醉熏熏的 阿贵说道 我可是你的大安人 要不是我杀了刘馨 你根本当不了刘家少爷 原来阿贵很爱慕柳妹娘 为了给他报仇 就杀害刘元外的独生儿 要让刘元外承受丧子之痛 刘瑾很是感激他 说道 以后等我当家做主了 就让你当上刘府管家 赵木匠插嘴说道 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还恳请刘少爷给我谋一份差事 说实话 我实在不愿意做木匠了 想找份比较清闲的活 刘瑾说道 这有河南 我家名下有十多间店铺 明天我跟我爹说一声 让你去管理店铺 赵木匠很是高兴 没想到自己结交了这么好的朋友 三人多喝了几杯酒 感觉头昏暮眩 就倒在桌上 睡了过去 到了半夜三更 屋里的维曼被一股风吹了起来 正好盖在油灯上 很快就燃烧了起来 火是越来越大 最后整座酒楼竟然烧起来了 人们见着火了 纷纷从酒楼跑出来 只有刘瑾 赵木匠 阿贵这三人没有出来 最后被活活烧死了 老和尚听说了 很是难过 就念了一段经文 想让他们顺利投胎往生 许昌坛安慰老和尚说道 正所谓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他们有这样的下场 纯粹是自作自受 老和尚点了点头 说道 要是世人都明白道理 世间会少很多恶事 一道一僧边说边走 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